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 未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 这个人交接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 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 遗失了其中的一只 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野 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 直到找着呢 待找着了 就喜欢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来到家中 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 给他们说 你们与我同乐吧 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同样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欢乐 甚于对那九十九个 无需悔改的义人 或者哪个妇女 有十个打马 若遗失了一个打马 而不点上灯 打扫房屋 细心寻找 直到找着呢 待找着了 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 你们与我同乐吧 因为我失去的那个打马 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主的使者前 也是这样欢乐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小的向父亲说 父亲 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 父亲碎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 就往远方去了 他在那里荒淫度日 耗费他的资财 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 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 他便开始穷困起来 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 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莢来裹付 可是没有人给他 他反攻自问 我父亲有多少佣工 都口粮丰盛 我在这里反要饿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并且要给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 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他离得还远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了怜悯的心 跑上前去 扑到他的脖子上 热情地亲吻他 儿子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 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 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给他脚上穿上鞋 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应吃喝欢宴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了 他们就欢宴起来 那时 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 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 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 睡觉一个仆人过来 问他这是什么事 仆人向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 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 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睡出来劝解他 他回答父亲说 你看 这些年来我服侍你 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 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 但你这个儿子 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 父亲给他说 孩子 你常同我在一起 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因为你这个弟弟 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应当欢宴喜乐